本節目內容只反映主持人 或個別參與節目人士的意見 敬請留言 林彥尼,你有這麼有國際層面的見識 昨天跟我們說起 你見過查理斯王柱 又見過阿倫迪龍、周潤發、鄧光榮 真是越盡人間春色 因為我的命令很奇怪 我經常會見到一些 應該很難見到的人 皇親國戚,例如金融裡也有很多 例如我最喜歡的段正淳 段王爺 好的 你覺得這個有男人魅力嗎? 這個好像正過頭 女人喜歡男人 是七分邪、三分邪的,永遠都是這樣 楊過,你說他… 我就以為是七分邪、三分正 不行,女人沒有安全感,七分邪 糟了,我就以為自己七分邪很厲害 楊過是一個挺性感的男人 因為他除了激憤、叛逆 以及叫做A touch of sadness 對… 悲傷 他經常有些哀仇 對,這個哀仇不是造作 是由於他的身世和性格缺陷 以及他的祭餘很自然地造成 於是令女人看到有戀愛感 不過也要找一個正正的嘉賓來做 好像這位林彥,你看看 是不是你心目中性感的楊過呢 古古 華儀 古古古 古古 這個楊過,我就嫌它油尖旺味 比較重 油尖旺味… 有些油尖旺味 就是… 臉是凹凸不平 像整形激光手術前的感覺 眼眉粗糙也對 不過眼袋較重,對嗎 上眼皮應該差不多 我覺得現在口味轉得很厲害 我們的歐,如果按下去… 那倒不是 必須… 我金戴下風 不是,陶傑、劉天慈 你們必須撥亂反症 讓人知道甚麼是型男 對 不要說越骯髒了 對,你就撥過去,要提升 那就要你品評一下 林煙,你越南無數 這叫五岳歸來不漢山 黃瞻歸來不漢岳 黃山歸來不漢岳 因為… 不知道我呢,你眼中覺得是… 曾經滄海難為水 徐傑?你自己? 是的,是吧 曾經滄海難為水 這叫徐卻逃生,不時難 徐卻… 不是,我問問你 小齊我也認識他 任煙齊 對,任煙齊不適合做這個角色 為甚麼 他太陽光,他人很好笑 是 可能我知道他平時搞笑 很難當他是陽光 就算是形象,也沒有剛才你說的 那種滄桑感、悲傷 沒有,看不到 滄桑得來也要乾淨 對… 辣碳等於… 他那種柔性皮膚 他那種看起來… 他人眼睛覺得… 沒錯 找些紙索索他 滄桑得來也要乾淨 不然那些骯髒滄桑 你用來也不容易 對… 就是了 剛才徐傑,你說起 徐傑無山不是雲 對… 你也… 周圍去了很久 去英國讀書,十多歲 然後回來,又這樣… 沒有你那麼滄桑 這些不是滄桑,這些是體力多 對… 滄桑的臉不用帶有滄桑的味 那女生的樣子想哀愁想潮水 現在很好做的樣子 老了就不行 老了就不能同情 是 那你當然不是一見到女老婆 第一個女生立即結婚 如果… 你在外面,現在有個太太 在外面有個情形 你會不會跟你太太離婚 如果真的這樣 應該不會 因為男人到差不多成熟 她會懂得分清楚,對吧 這些是正餐歸正餐 零食歸零食 你又有零食嗎 你不可以一天三餐 你這些還原也認真酸一點 也有薯片、棉花糖那些飯吃 但沒有薯片、棉花糖、朱古力 做人就沒有那麼多姿多彩 不是當披薩外賣嗎 我以為你是當披薩 對 你是否當作是一碗飯 是 沒那些菜給你 就吃不到那碗飯 正所謂租康之妻 租康是甚麼都是一種飯 你別看它 看起來包裝很一般 但租康現在是健康食品 可以多纖維物質 可以促進腸胃消化 腸胃愚動 所以這個一定要分清楚 就不是血糖膏 不,這案件不是在我身上 或是泛指香港的男人 泛指而已 暫時找你們做代表而已 我問事官,他就告訴你 假如你有婚外情 你會否跟… 即是愛也很厲害 你會否跟太太離婚 就要看 看甚麼 看甚麼 同婚也要看 不要看,你現在立刻選吧 看,要看,你不要看 這要看婚外情的情依是甚麼 如果是林彥妮就不用想 一定會離婚 一定會離婚 問一下同學 因為你不同 對,你是用特殊材料做 你是用水做,對吧 香水做,不是… 對 你整天搞不成功 香水跟水相差很遠 讓我問一下同學 我先問男生 如果你知道你爸爸在外面 有個情婦 你媽媽不知道 你會贊成或反對嗎 或者因此會幫你爸爸守門 隱瞞事實 因為你會生氣你爸爸呢 先隱瞞住 等到真是大件事 連媽媽也發覺了才說出來 不要自己跟媽媽說 這樣可能會傷心了自己 對 如果穿了鍋呢 可以去發展 不理會 那你就不做中間人了 不做了 處理不了我們不夠經驗 我們找一個女生的角度 我很生氣爸爸 會幫忙幫媽媽那邊 因為不希望她們再這樣發展 又是一個配置 孝女… 進來那裡 我覺得始終是爸爸媽媽的事 玩不玩 也不是我們做小朋友的可以決定 或者… 你的心會有甚麼感覺 一定會覺得不開心 因為爸爸為何要這樣對媽媽 但我覺得…我們這個角色 可能不太適合介入這件事 或者很多事情我們都不清楚 好… 其實也對 反映了女生和男生不同的意見 是的 男生對爸爸有點同情和支持 女生對我都說不行 這證明現在珠江三角洲一帶 經常會發生 是 多少要有這種心理準備 對吧 你說剛才說不介入 這些還要多看一些情形 或者是否需要諮詢、民意 發表綠皮書 這樣,對吧 這些做子女的要表達情感 你們小朋友 我想剛才有一個問題 激情不夠 你應該說我死肩 死肩嗎 我在爸爸媽媽面前跳樓 那不行 恐嚇… 不是真的,對吧 又或者我向爸爸媽媽交上一封血書 對吧 就用雞血寫的,不是自己的 用雞血的 或者用水彩顏色寫也可以 對吧 即是給一些想像 北京念時音,溝花紅粉也像 所以別以為這些事還沒發生 隨時也可能過大吉利士說一句 好,廣告回來 謝謝,我們繼續斑馬在線 有林彥黎在線 藉著這些金融洋過 跟我們上了一堂男女通識課 我…現在我先扮著林老師 女士… 隨機從實宵來 你的隨卻無三不是雲是誰 這些很難說 只是一塊而已 不是那塊雲 既然以成過去往事如雲煙 那塊雲多漂亮也已經散了 已經沒有了 你的雲存在了多久 這些雲其實斷斷續續 一、兩年 那是這麼短的 這麼短,怎麼算長江 你的巫山在哪裡… 所謂雲散雨修,巫山雲雨 當然是短的,對吧 不是長江那條巫山 很多事行雷閃電更快,對吧 士官,我不知道你們是否覺得 女人的記憶 對於感情的記憶 愛情的記憶 是長的 就算我放給南方長的 長一生一世 所以我們真的很慘 是的 如果你問我 除靴無山不是雲 那塊雲可能是一生一世 不過只有兩年而已 這樣也可以嗎 感情時間是各個不同的 相對的 有一種女人是為愛情而投胎 是來這個世界的 是嗎 感情很可憐 是嗎 是的 對,一生一世 是被情債 這個情是交纏和 他說節和裡的那種憂傷 是一種快感 是嗎 這就是男人的衰 又喜歡別人的長很長很長的感情 又憎恨別人的很長很長的感情 就像你剛才說的,這個叫國殤 你昨天說的 國殤也有某種精神的避虐快感 是嗎 是的 他知道他不會得到楊過 一定不行 那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 叫做一見楊過,吳中身 因為楊過這個男生太性感 哪個女生被他拖手 那些女生畢生難忘 記不記得有兩個女生 楊過不知受傷了 跟他們一起有一滴人攻 然後他左手拖著一個 右手拖著一個 扭一個 這兩個女生畢生難忘 所以見到他也死了 你不如不要撞見楊過 各相撞見楊過時只有14歲 變成18歲、20歲、28歲的時候 有哪個男人會看得到眼睛 有哪個男人可以給他 像楊過所做的事 那怎麼辦呢 以後也要結婚 做尼姑嗎?終身吾嫁嗎 我想也會嫁給他 不過他不會忘記楊過 我都說女人的記憶慘在太長 是 各位同學,你們拍拖 就必須要記住一件事 一定要真,當然 情深寬寬 但是你要知道對方,即是男方 記憶是不會有你們女生這麼長的 至少一、兩年 是嗎? 對 像你一樣嗎? 對,我得到一個仲位數 未必一、兩年 如果男生還沒結婚 還沒找到他的對象 那個男生還是會記住女生 以前那些… 文藝片 這個男朋友去美國留學讀醫科 這個女朋友嘉玲去啟德機場送機 昌哥,那我等你吧 你記住那裡,不要那麼花心 這些是騙人 是嗎? 你等我回來,我就會替你訂婚 是嗎? 怎麼這麼肉麻 不是,我想說查理士王子和卡美拉 是 Prince Charles,他就是… 你男士聽著 就是壞了一樣 是 他認識到卡美拉時 Prince Charles是22歲 查理士王子,那些朋友知道他很不開心 我介紹一個女生給你 包括你看到他開心 好像陽光一樣,很快樂 就是卡美拉 他們兩個真的拍拖 但卡美拉是一個毫無心計的女生 無心計,她出身也很好 18歲出來,開代表團隊 然後母后就說… 英女皇就說你要實習海軍 出洋,一出出 去加勒比安海 一去就要去八個月 就是服役,服役,服役 對,去行船,慘 他跟加美拉… 就是說我要上船 那時候… 很浪漫 對,真是衣衣色的 說一句 說一句 她忘了說,你等我 忘了說 王子 忘了說 如果卡美拉,我為何會同情她呢 因為她不是一個有機心的女生 有她無論如何都會掛著王子 對,她是皇后的 對 那豈不是嫁了別人吧 豈不是你 嫁了一個也是普普通通的老公 對… 那… 這些好東西 有型的、瀟灑 對,卡美拉嫁了 所以柴里兆王子在船上的八個月 出了兩個令她最傷心的消息 第一隻是卡美拉嫁了 第二隻跟她最聊得對的 她最疼她的一個蒙巴頓 被人謀殺了 對,被人謀殺了 所以非常傷心 1978年,一艘遊艇 被愛爾蘭的鵝關放炸彈 這樣也知道 因為這位叔叔 對她被爸爸弄傷 其實柴里兆王子也算是詳情 卡美拉結婚時 她一直都念念不忘 她的地方… 她的工作很多間 請吃飯,她想見卡美拉 但請不知要娶她老公 你知道英國的貴族禮儀 你不可以只請太太 是的 她為了見你見卡美拉 請吃飯,娶她老公 兩人都苦戀了幾十年 所以我也… 這個慘了,堅持著 這個類似少澳江湖的令狐聰 看到這個岳寧山 對,陰陰 那種苦戀的方式 失戀的情感 都是很可憐的 對嗎 沒錯 而且那個臨平芝不是那麼好 對… 這個臨平芝比自己漂亮 由頭到尾的金玉很強調 對,但不是這個自己 而那個女朋友後來做寡婦 也想念那個臨平芝 你覺得慶不慶 我其實也不太明白 我沒什麼理由關注 小說跟現實不同 這逢是小說作家,你也是 寫人的欲望而已 寫人的超越 我覺得金融自己的月曆 也很豐富 如果她沒試過一個單戀的女生 這個女生嫁了另一個 她是不會寫得到 令狐聰這個角色 就是在絲過崖那裡養傷 每天樂嶺山拿著飯菜給她吃 拿著拿著不見影,沒有人 然後別人告訴她 樂嶺山和臨平芝最近很好 聽到那種憂傷和失落 這些好像名作家彭楊說 這些是未經過長夜痛哭的人 是到不到這個境界 對,她就寫這件事的心情 有時候我覺得愛情 你要嘗試一下失戀、被人撇 日後才會感受 欣賞到做人的真題 現在人們就是經不起這些東西 動一下就去跳樓、燒炭 其實… 我是跟你跟我說的 失戀其實不是那麼大事 你拍拖的時候兩個人 當然是開心 不開心,怎會拍拖來 其實失戀差數是她先走還是你先走 如果你先走就她先失戀 她先走就你先失戀 要鬥快 不是,這也是拍陽說 對,鬥快 真是不要笑我,我全部說真話 所有的愛情都是悲劇 包括忠誠眷屬的在來 因為就算你白頭到老 最終必定有一個死先 你始終會失戀 一輩子一定至少有一次 就算是如花美眷也好 所以一個人在心理上要成熟 去準備這一刻的內臨 失戀的題目很好說 找一次我們專題要說失戀 再說吧 失戀… 我當然要請教你,我沒試過 所以要請教你 班馬在先,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明晚10時半再會 鬼妹喜歡李小龍嗎 喜歡 為甚麼 救男人氣 我們被主公欺負 打電話給李小龍 是嗎 我現在被人欺負 那隻很大的鬼佬在欺負我 三分鐘趕到來 這次下來是播映的桂園特約 當年今天 之後是永東旅遊特約 由山換水至輕鬆 溫泉篇 再跟著是Cinemase特約 睡得最自在 和夜間新聞